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多帥的美女好辣醫師團 究竟哪些話 千萬別輕易說出口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看診中有哪些不能說出口的話 說了就會出事呢 好辣軍團們 又是聽到什麼話會被激怒呢 十番小副理師 向榮 大家好 我是大人好 在這邊恭喜高惠君 有舞台劇要跟大家分享啦 這是全民大劇團的 最大製作最大手筆的音樂劇 情人格里出西施 這是我們第五次的嘉演 第五次的嘉演 評價非常高 評價非常高 好笑又好哭 然後這一次會在5月的14 15 16 3天 總共四場會在城市舞台 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能夠 再來跟我們重溫一次 情人耿禮出西施 到底 東施西施 跟吳王夫猜犯禮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對 看張大春老師顛覆歷史 那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問題是 我想要先問問瓜哥 有沒有什麼一句話 可以立馬惹怒你 你怎麼變胖 那我心裡想為什麼會生氣呢 因為我一直都那麼胖 什麼時候會變胖 對 我跟你很熟嗎 不用裝熟 我快生氣耶 是不是 就是一直都胖你為什麼說我變胖 因為我最近也是因為這句話 你是不是變胖 就是搞得我真的 有在檢討自己 瓜哥人很好 常常都說不會啊你看起來還好 但其實我這件小護士的衣服 已經換大號了 是喔 太晚了 我自己自招 我還誤會這個製作人 說你衣服為什麼不想改大一點 你不換 那是最貪欠的 是喔 所以女生都很在乎這句話 很在乎 很在乎 尤其像我們有的時候接到的戲劇 一下子要胖一下子要瘦 因為我前一陣子接了一個 法國的電視電影 法國公共電視的電影 導演希望我要juicy 對 非常juicy 在國外看審美的觀念不一樣 我就覺得為什麼他們一定要juicy 然後 然後就是他希望那個男主角掐下去的時候 肉是在你的指尖那個 濾出 濾出的感覺 然後OK 然後就胖胖胖 然後結果要 下面一部戲要病態的 哇 好厲害 好辛苦喔 胖比較容易喔 瘦比較難 所以我很不喜歡人家聽到 聽到說什麼 你最近胖了 我很難去跟人家解釋說 我胖胖瘦瘦的原因是什麼 對 我懷孕了然後又生了 可是胖胖的有可愛的地方啊 你看他中心靈多可愛 他那個褐色 他不能瘦 瘦了就沒有那個 不像他的味道了 這句話也很熟 很多人也是這樣跟我講 瓜哥你的胎庫你知道嗎 只能這樣安慰自己的 我第一次真的變胖 就是無關演戲 真的變胖是爸爸 正式宣布離癌的時候 那我不知道怎麼排解那個壓力 我就暴飲暴食 我第一次暴飲暴食 然後就是潛意識之下 會一直吃東西 然後吃完東西又去藕 然後再吃再藕 然後我以前不喜歡吃甜食 然後鹹的吃完吃甜的 然後覺得胃好脹 然後就去挖兔 然後我都沒有自覺我自己發胖 一直到有一次我去廣州 做一個商演的時候 跟一個廣州的小帥哥 一起唱歌的時候 報紙登出來我就覺得 哇這是什麼龐然大物啊 我就覺得我一個人 可以蓋住他的身體 我就覺得 Oh my God 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才發現 我覺得我的心裡需要一個 另外一種紓壓方式 對 那時候最胖胖多少 70 那真的有嗎 我才160億公分 我胖到7 左邊那時候是 左邊嗎 很juicy 很juicy 一定是左邊看起來比較juicy 對 法國導演一定很喜歡 然後這是同一部舞台劇 後來隔了7個月 中間回來台灣我進了健身房 我非常討厭就是那種機械化的 運動 我只有喜歡游泳 對我不喜歡跑步啊 或者是機械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請了教練 就是 嚴格的 監督我 建動 對 簡單的 簡單的 飲食上有控制嗎 飲食上就是 晚餐 六點以後 不吃東西 然後 盡量少吃澱粉 只有早餐吃澱粉 我跟蕙君姐一起排戲的時候 她其實食量超級少 而且她都去便利商店 然後都是買那種水果啊 那種 雞胸肉 雞胸肉啊 就是我們排練完其實是長時間 是很累的 你排練完 超有毅力 我們排練的之前就是juicy那個 對 就是 所以我要趕快瘦 我有一次有個28歲的女生 她下午門診來看 應該就是一般的感冒症狀 因為那個下午門診 我要說明一下 那個下午門診 我剛好跟一個婦產科的醫師同診 同一個時段 那個產科的前輩很照顧我 就是說 有時候產婦來體檢 碰到一些小感冒 腸胃炎 皮膚過敏 她就轉來說 那你去加一科看看有沒有什麼藥 可以緩解症狀 然後就留意一下 我就幫這個女生看完診之後 我就跟她說 你這是感冒啦 喉嚨腫 我聽一聽 OK 結果你就吃個感冒藥 然後多喝水多休息就好 那我看她好像有點欲言又止 要問我什麼問題 我就很激迫 我說你安心啊 這個藥 我都可以吃 然後突然就聽我說 醫生 我沒有懷孕 她就犯了一個很大的 因為我太習慣了 她看起來有點 有點浮胎浮胎 我就說 就是有黃醫師這種人 犯人一直在減少當中 然後我就跟她解釋說 抱歉我那個 我太習慣了 就是自己我誤會了 我誤會了沒有那個意思 看起來還好啦還好 然後她就跟我說 其實她就想要諮詢我問題 她就跟我說 她真的覺得自己最近越來越胖 我說還好啦還好啦 我就開始問她有沒有其他症狀 她說最近真的比較累 然後而且好像覺得最近就是 不太對勁 覺得自己好像怎麼也沒有吃什麼 怎麼體重的增加 我說這樣聽起來的話 你可能確實要做個檢查 後來查出來 她的甲狀腺功能低下 非常典型的 我們叫做 喬本氏甲狀腺炎 很多人都聽過 這種自體免疫的攻擊 會讓你的甲狀腺功能 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那新陳代謝變慢 結果體重就增加 那治療是很簡單 就吃個甲狀腺素 那趕快把它調整回來 慢慢的就三個月之後 甲狀腺功能正常 體重就慢慢的恢復 正常的代謝就正常了 那大概控制了 大概半年一年左右 她還真的懷孕了 然後我要跟她講說很安心 這個藥在懷孕當中 可以繼續吃 所以我去年就回答過你了 可以繼續吃 這個講話說 對病人要很小心以外 對員工同仁也要很小心 在一起 研究室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就有一個坐旁邊 我就突然傻出 我說 你不是生完了嗎 她就很生氣 我生完一年了 今天衣服比較鬆了 我就說 這個要跟我們回去討論一下 衣服設計好 不能這樣太鬆 不太好 所以我們有另外一個版本 講話就轉得很快 我知道 我是問到跟她講說 你又懷孕了嗎 不是 她說我說生完一年 也是滿尷尬 我覺得寶仁醫師的記憶點 可能比較日子過太快 因為剛剛寶仁醫師看到我 說你是 我說明明啊 然後她說 高明明 你不是才是個小姐嗎 這是什麼 有一小段日子 現在已經要當第二個媽了 她日子過太快 不過你是真的懷孕嗎 對嗎 對 真的 除了講說 你是不是變胖以外 就是當我意識到自己胖 然後我開始下定決心要瘦的時候 然後姐妹們朋友們邀約你出去 然後喝咖啡吃下午茶 我就很堅決的say no 的時候他們就會說什麼 哎呀沒關係啦 明天再減啦 真的 真的 我沒有搞笑 我明明不會瘦 真的 是不是很討厭 真的很好 是 所以我就是那時候就是很生氣 就是我身旁竟然有會這些朋友 你今天少吃一口 你多吃一口 明天又不會立刻瘦 明天又上體重也不會差 不行 然後我說不行 no 就是我一定要hold住 因為如果你今天一旦說明天再開始見 明天就再會又同一句話 所以我才後面才能夠很認真乖乖的瘦下來 還有一個場合你一定會很生氣 就是說跟朋友聚餐嘛 都是有什麼阿姨叔叔啊 都是老一輩 他們食量本來就很少 所以常常 你年紀就多吃一份 就吃一份 對 吃不完就夾給我們 盤子上就會疊滿 對 吃到最後他會說 欸 你怎麼都瘦不下來 好生氣 很癡啊 你要找我們吃東西 因為你準備 然後東西一塞就沒有 還是我們不會瘦 你是故意的嗎 對啊 你們一定有碰到這種情意 對 真的是這樣 多吃一個蛋糕嘛 你就會懂身體維持身材 真的我覺得很多醫生 我真的不太會講話 我先生也是醫師 然後有一句話說 那有的醫師是這邊顛倒 對自己很寬鬆 對別人嚴格 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去喝下午茶 那你點一個咖啡 你會來個蛋糕嘛 那我們這蛋糕櫃在那邊看 馬卡龍啊 什麼蛋糕在那邊挑的時候 我先生就突然跟我說 欸 你最近是不是吃太好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你最近是不是變胖 你還敢點蛋糕 你這不要臉的傢伙這樣 我是有點想說 我 我吃太好 我沒嫌你胖 你嫌我胖 各位你們沒看過的 他比我胖很多欸 你知道嗎 我體脂肪死了 我吃個蛋糕 你說我太過分 真的是 所以 最糟糕的是 他真的為他自己點了一個蛋糕 然後自己還剋掉那個蛋糕 對啊 然後我喝的是美式 我是零卡 對不對 所以這就造就為什麼 我還是瘦他還是胖 那我今天呢 其實就是帶來的一個 下午茶飲品給大家 可以提升代謝 然後孕婦也可以喝 好 這一杯呢就是 黑芝麻其牙子優若癮 那這一杯其實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說 是不是就是 為什麼日子過著過著 體脂肪就越來越高 可能都沒想過 可能是缺鈣的問題喔 因為研究有發現說 鈣質攝取比較不足的人 其實體型跟體脂肪容易升高 所以我今天帶來這一杯裡面 不只可以補鈣 還可以補到乳製品之外 還有其牙子可以增加飽足感 沒有 第一個味道是芝麻 然後酸的味 酸的是那個 油露乳 所以油露乳裡面有好菌嘛 那你看那個芝麻裡面 其實它是鈣含量最高的一個食材 對因為現在其實國民營養調查發現喔 全部的成人裡面 竟然九成以上 99.8% 都缺鈣質 每天都沒有喝到1.5杯乳製品 那其實缺鈣 除了大家想到的骨頭問題之外 可能也會有一些體脂肪升高的問題 也是要注意的 有一些乳糖不耐的人 可能喝牛奶容易去跑廁所啊什麼的 其實優弱乳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營養師給的東西喔 絕對沒有甜味的 不是那種解釋的 但很好吃 有鹽味 對 我覺得現代人真的很需要 在下午茶的時候來一杯 帶替甜食啊 對 帶替馬卡龍蛋糕 對 回去泡給他喝 好 接下來我們就去看 有哪些話會惹人家生氣的呢 馬量好像變少了 這個也蠻失禮的 我真的在大概十年前 一個女孩子在做女主角的那個階段的時候 大概一天只睡三個小時 連續四年 我有一次就回家洗頭的時候 我就抓了一搓頭髮下來 我那時候心想說我是不是得癌症 髮型師又說 欸 你頭髮是不是變少了 嗯 我就覺得 我是身體生病了 而且那時候拍到腳筋都斷掉 喔 對 腳 就整個肌肉都硬掉 然後肌肉比木魚肌就斷了 然後醫生說你是壓力太大 睡眠不足 然後有一些 免疫力失調什麼什麼的 我就叫我去做調整 我說我沒有辦法調整 我也不能不拍戲 然後那個時候我能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放鬆心情 對 放鬆心情 那還好過了那四五年 後面的戲比較少了 我就可以比較 時間休息 對 好好休息 沒戲的時候 我一天就可以睡到十幾個小時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他三十幾歲 三十歲出頭一個 他已經 我從他知道的 就四個圓形凸了 四個 現在到六七個 壓力真的很大耶 我們大家去看醫生啊 後來醫生在他 凸的地方打針 對 那現在還在治療 因為女生最珍惜 女生 女生 對啊 女生 所以慧君你還不錯 你都 你壓力還沒 一般壓力大 有的鬼剃頭 就是壓力 就會有圓形凸這樣子 整塊凸 那我應該 我就是那個只是髮線很厚 這落髮 對 我有看到有一大塊的 也有一小塊小塊的 好困難 這樣會很難過 像還有一種難過 就是像我朋友 他就是 本身就很認真在養髮 然後比如說他養了好幾年 就是我還真的 開始真的也有長頭髮 都還不錯 結果他最恨人家講說 欸 你的頭髮 你是不是戴假髮 對 我當他昨天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 你抓 抓 會生氣 對 心理壓力 也可能會造成落髮 對不對 我之前就碰過一個 一對高中情侶生 這樣子 他們來 那來的時候 其實一開門 還沒坐下 他那個男生就講說 那女生就很生氣 就這樣瞪他一眼 其實他坐下的話 我大概就知道 因為那時候是大熱天 可是他頭上還戴著帽子 他帽子打開 剛剛瓜哥還講說幾塊幾塊 那帽子打開 我以為鋪滿掉下來了 為什麼那有一塊兩塊 一塊五塊的十塊 甚至有五十塊 大小不一樣 對大小不一樣這樣子 其實對高中女生來講 是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其實他講說 他因為他都會提農曆 所以我對這個個案印象很清楚 他說那時候農曆七月的時候 他開始月經失調 然後臉上就長很多痘痘這樣子 那本身因為他們是高三 那他們要面臨年底的時候 有什麼學測之類等等這些 那我們就知道 一定是有壓力 那之後呢 他說其實那時候他也不在意 他本來認為 就是因為要考試 有月經失調的壓力 但後來呢 是到了農曆八月 正好他阿公生日 講他的媽媽爸爸 就帶著他回彰化 因為那時候送肉粽 這樣子 他就去看那送肉粽 很開心 他就約了幾個好朋友 去看送肉粽 那本來沒事 回到台北以後 沒多久他開始落發 他不敢跟爸爸媽媽講說 都是因為阿公生日 我去看送肉粽 他只敢跟他的男朋友講 他男朋友就講說 我看你是見鬼了 這樣 從這之後呢 他每次都看到他 恰吉恰吉恰吉 然後全校都知道他這樣恰吉 很棒 對 對高中生來講 現在會好得很慢 心裡壓縮創 對 而且重點是 對他們又是情侶 就是校隊這樣子 而且男生呢 本身在學校 他是一個明星高中 他就是百分之一 他就是要準備 進到醫學院的這樣子 對 那當然那男生 其實我也覺得 因為本身他也去查 就先去看皮膚科 那皮膚科看了以後 他說其實你除了 我們皮膚科要做處理之外 你自己生活規律壓力等等這些 就建議他來看身心科 所以來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也要面臨年底的學生 我們也不會給他開什麼藥 就跟他講說 你要多運動 睡眠要怎麼調理這樣子 剛剛Windy講說 送肉中他是個鬼片 對 可是我真的 那時候他在講送肉中的時候 我自己也覺得說 錯病見鬼 你們年輕人 不要不相信 這樣子 對啊 但是後來也因為 他其實就是睡眠運動 慢慢給他恢復正常 就狀況就是會比較好 至少沒有 那突然沒有再增加 我有一個患者大概是一個 中年的一個工程師 在科學園區工作 那身材有點微胖 他有個三高的問題 就是血壓高 膽固醇高 血糖微高 一直不想要控制 有一次我跟他鼓勵說 你已經超過45歲了 年紀就是危險因子 你越來越危險的話 你應該好好來控制住 他終於敏為其難說 好啦他就願意吃個藥 他很不喜歡吃藥的人 我又開了高血壓的藥 跟膽固醇藥給他吃 那第一次回程他就跟我說 我頭好暈喔 暈到沒辦法工作 他本來血壓160 70 可是他回診的時候 有吃藥控制下來穩定了 130多 我就跟他鼓勵說 其實有高血壓的人 都會經歷過這種問題 就你開始吃藥的時候 一定都會經歷過一段時間 會有一種暈的狀況 真的姿態性會低血壓 都會有一點會發生 一陣子之後會舒服一點 控制血壓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次回程又跟我說 醫師你這個藥 影響到我的防止功能 我會想說 哇怎麼那麼多問題 我心裡有點想說這個藥 因為有一些血壓藥會造成說 影響到性功能障礙 結果我心裡看那個藥 我知道這個藥真的是不會 我就再鼓勵跟他說 其實本來男生的那方面的功能 就是跟你的血管 其實很健康有關係 你有三高 你的血管就或許 比較沒有那麼健康 所以那方面的功能 可能就會有一點受到影響 你先把它控制好 你把血壓控制好 膽固醇控制好 你多運動 會恢復的 那第三次回程又來了 他跟我說 醫生你知道嗎 你幫我控制藥 我過得好痛苦喔 我這個要吃還會掉頭髮 其實我心裡是想說 我從第一次看到你就知道 你就是個禿頭的男生 你為什麼 男生有點微禿 大家都能夠接受 為什麼很明顯 掉一根他都有感覺 對 他說我抓給你看 我抓給你看 他那個抓是真的 好像在發洩這樣抓 我說測試不是這樣測試 就皮膚科醫師都有教我們 有一個拉扯的測試 我們只是戴個手套 輕輕的順個 每個方向大概順個20下 你看你抓5根以上 或許有點意義 我說我來幫你抓看看 你不是這樣抓 他帶個手套幫他抓 還好啊 因為 本來就沒有很多啦 所以 我發現本來就是 緊緊計較 我就在跟他鼓勵說 你有查到網路我知道 有一些藥物會造成弱髮 你這個藥真的 不會影響新功能 不會掉頭髮 我跟你說就是 其實這樣子蠻有魅力的啦 就又在鼓勵他 後來就沒有再來找我說 又有什麼副作用這樣 他當然不找你 你說沒有很多人 對啊 那又是另外一句惹住人 真的耶 其實頭髮是很多人的困擾 然後真的我們醫生 一不小心 或是另外一半不小心 就會惹怒這個另外一半 我之前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女病人 那就是生長完沒多久來看診 那一坐下來我就知道她要看什麼 因為髮量真的很稀疏 台先生居然跟他講說 你頭髮怎麼那麼少 他說你有事嗎 我生小孩這麼辛苦 我還不是因為生這個小孩 頭髮掉那麼多 早上起來整個枕頭上面都是頭髮 男生會把那個白目當好笑 他覺得很有幽默感 那我就跟他解釋說 你這個是很典型的產後落髮 就是說我們頭髮其實它是有生長週期的 那我們身材其實對身體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我就給他心理上面的一個鼓勵 其實他們最需要的是鼓勵 那就是說 你飲食方面一定要注意 營養要均衡 尤其你如果在不胃母乳的時候 假如你營養你的熱量不夠 你頭髮一定掉的更多 那另外我也請他就是可以補充一些生物素 那其實生物素在我們一些食物當中 就蠻多的 你只要不要太偏食都會攝取到 一些海鮮類或是雞蛋 或者是一些有些酵母等等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攝取這些東西 也有保健食品幫你做好一瓶這個生物素 那為什麼生物素跟頭髮這個強健有關係 我們頭髮跟指甲都是 所以你補充的時候可以讓它的品質比較好一點 那另外我們這邊也分享一個方法 就是說其實有些人分線每天都很精準 有沒有一定要這一邊 其實你有時候可以左右稍微換一下 不一定要每天這麼精準 就分那一條線 然後你在梳頭髮的時候 盡量選好一點的梳子 那你可以用那個末端有一顆球球的 做一個適度的一個按摩 那像這個病人我就跟他說 其實他不治療他也會回來 只要他老公不要再笑他 那其實像這樣子這種產後落髮的 我們就是給他一些心理上面的支持 還有一些強健髮跟的一些這個生髮水 那其實 他一年其實再過一年大概他髮量就回來了 有的時候這季節就是落髮期 換毛的感覺 對那很感覺 女生洗頭常常洗洗 看到那個下水槽裡面 堆滿毛髮的就很難過了 為什麼掉那麼多 可是正常不說掉一百根就還算正常一點 對 好像一兩百都還好 可是洗頭一定會擠到那裡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感覺 有 推頭髮的時候也是 推頭髮掉超多的 就是隨便拿就是一把這樣好恐怖 是啊 但是如果沒有什麼生病或壓力 我覺得頭髮它就像剛剛蔡依斯講 是其實會長的 自然的 我補充一下 產後落髮我們真的非常常見 那多數媽媽現在網路上知道 也不會掉太多 可是真的過頭的時候 這時候另外一半的態度就很重要了 我請所有的爸爸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他對著鏡頭講 你要對著他鏡頭自己練習 要量很誠懇 因為如果產後媽媽有任何變化 他自己覺得醜 你都要花錢付出代價 那是頭髮的治療 不論是身材的治療 其實我們醫療都幫得上忙 但是都要花錢 這男生那麼壯陽落髮的 女生就減肥又落髮 對啊這個是非常非常 雖然很多現在洗髮精說強調 洗的不會掉頭髮 會比較長 比較根部抓得比較緊 對 我想大家都都是共同的煩惱 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 來 有喔 令人討厭的話 就是這一句 是不是有味道 誰會這樣子問 因為你知道 就雖然我是一個女生 但我個人非常喜歡吃生大蒜 所以你會覺得 配餃子配什麼麵什麼 我覺得生大蒜超好吃 而且吃到生大蒜 其實對身體是很好 對 很健康 然後我常常都會吃完 然後忘記 然後我就很狂吃 忘記我待會兒又有約 然後就有一次 也是吃完大蒜 才想到說 我待會兒有個約要去 那我想說趕快刷牙 漱口啊 各種就是你能想到的 各種清潔方式 甚至我還嚼了一些 堅果 因為我不知道 就好像說有一點油性的東西 它可以去除味道 什麼都弄完以後出去 然後剛好那天 是要跟男生去看電影 然後看電影 當然就是靠在旁邊嘛 然後你就會 看到某些劇情的時候 會洗洗手術 稍微講一下劇情 所以就靠得比較近 然後男生在那邊跟我講一下 然後我也這樣回頭 這樣講一下講一下 然後突然那個男生就說 欸 你剛剛是有吃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味道 然後我就 真心 就那時候心就涼了一大汗 剛才很尷尬 很尷尬 然後我就 你有聞到什麼嗎 然後從那一刻起 他如果中間要再跟我喜喜叔叔 講任何電影的內容 我就 嗯 嗯 一個人他會問你不想跟他講 對 然後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就會想說 好就是 真的以後 一定要記住晚上 如果有任何樂話 不能吃大蒜 但我就是一直有這個困擾 因為我就是很愛吃生大蒜的人 對 有一些味道是像我有個朋友 他是 他有口臭 然後他女朋友因為這樣 他都不跟他親親這樣子 他是有一天 就是才口臭這麼嚴重喔 然後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賣一些什麼那種 可以讓你口氣變好的 他是特別飛到日本去買 嗯 他說那個買的是吃說 可以讓你的口氣會比較好 有點像什麼 異森 對 然後有點像異森 進到你胃裡 對 然後包覆你胃裡的那個味道 好像是這樣 就口氣會比較好 但真的有變香嗎 我也不知道 因為自己也親不了自己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可能要看腸胃 可能是看腸胃科之類的 聽起來應該是有味的關係 很多人口臭是因為味使到你 如果你很好的閨蜜這樣 你會跟他講嗎 你不講 他在外面被別人笑 閨蜜應該 閨蜜我會跟他講 一定要跟他講 因為你不講 他出去外面被別人笑 你如果這麼好 你都不坦白跟他講 那別人更不敢跟他講 對啊 所以他就一直抽在外面去 真正閨蜜講的話 都不好聽的 對 最真實的 最真實的閨蜜講的 對 我覺得還是要死話說 不然他在外面更 更丟人 口水也會有味道 有一個32歲左右的產婦 一進來 手上就拿一個紙杯 然後講沒幾句話就開始 我想說 是我講的話不得體嗎 問題是我口水 其實他老公就說 陳醫師你看看 我老婆是不是得了狂蜜病 一直在吐水 為什麼 其實懷孕 在第一孕期 就是前三個月 口水本來就會多一點 多數人的口水 稍微吞一吞 或偶爾忍一忍 到廁所去吐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的確有 越來越多的產婦 可能是大家 不敢吞還是怎樣 他就要吐滿 常常在後診的時候 就吐滿一整杯杯 然後後來就很尷尬 他也很生氣 我曾經有 有產婦因為這樣子 氣到想要把小孩終止掉 第一個 因為他們炒掉終止的時候 已經11週了 我跟他說你這個13到16週就會好了 洗頭洗一半再過一次就好 第二個 我個人送他一個水杯 我說送一個精明水杯 然後你這褲都吐在裡面 你不要每次都拿我們那種紙杯 不好看 都吐在裡面 不過從此以後 就要提醒大家 如果產婦有拿水杯在旁邊 不要隨便拿來喝 好準喔 這個爸爸就講這句話 其實老婆更生氣 他結果沒幫上忙 還笑我是狂蜜病 所以講話要得體 第二個記得 好的水杯 可以拯救你這個部分 這真的會有 真的老公不要自以為憂鬱 不是憂鬱 自己為憂鬱 就講一些那種 對啊 什麼又兄弟 又空全病的 對啊 他面對醫學常識 你知道嗎 我說你不要亂講 以前錄影的後台就會這樣 因為大家會化妝化妝 有人早上拿一杯咖啡 有的人都很白目的 會吃檳榔都在裡面 因為我找杯子都突然還有煙灰點進去的 那你回來化妝真的也忘了 你喝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要整他 有的人進來 就看到杯子都喝肚了 就習慣了 你的咖啡喝了剩下一點點 他覺得是不要的就肚了 有的煙灰就乾了 對 就會有這種情形 還有酒席你知道嗎 兄弟在那邊吃檳榔都在旁邊 另外一個兄弟就坐過來 他也喝很多了 碰到那個蝦捲 這個要沾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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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看過的故事不是編喔 我分享一個概念是這樣 我一個患者 一個太太來看診 然後他先生陪過來 他最近腸胃不好 最近腸怎麼吃東西 以前也不會這樣 最近吃一東西吃飽一陣子 就會拉肚子 有時候就痛 以前也沒有這樣一天 解便要三四次 然後先生就說 對 他最近越來越胖 不只拉肚子 他睡覺的時候還一直放屁 他就放很臭的屁 他太太就很不好意思說 你就不要再補充那個 就跟醫生說肚子不好就好了 就抽個血拉硬個糞便篩檢 因為檢查起來沒有什麼 特別的發炎的問題 不像 可是發現他是有糖尿病 他也很驚訝說 因為他後來才發現說 他真的很喜歡吃米食類跟澱粉類 可能他習慣就是煮一鍋飯 大家把菜吃完 他會把飯吃完 其實糖尿病的診斷 其實從來沒有講過說 會有什麼放屁很臭 或是腸道症 可是這幾年我們都研究發現說 像白老鼠如果說 當他的血糖高的時候 他的腸泥膜會分開來 腸泥膜會不緊密 就叫做腸肉症 所以很多 因為這樣腸泥膜不緊密的症狀 就很多腸味道的症狀 可能會有一些腹脹腹瀉 或一些莫名其妙的發炎 而且很發現說 只要你把他的血糖控制好 那腸泥膜會恢復正常 又又緊密回去了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糖尿病問題 好好好來解決 就不會這樣三餐跑廁所 又放臭屁這樣 其實曾經我在門診上面 也遇過一對夫妻 他們就直接走進來之後 那男生就直接說 你們女生的婚前像育女 就婚後給我連環屁 然後她老婆就這樣看她 怎麼會講這種話 那個女生就直接很大聲說 你才是耶 婚後嘴巴臭 兩個就在整間裡 瘋狂的吵架 然後我想說 這個是打情罵笑的一種嗎 還是他們這個要在我整間 吵了起來呢 後來我們就回歸到飲食 才發現說 其實是老婆想說 結婚之後兩個要進入 背孕狀態啊 然後要調整體質啊 每天早上就弄一杯什麼 豆漿精力湯 把那個很濃的蔬菜啊 豆製品全部都打成一杯 然後就跟先生一起喝 誰知道先生沒怎麼樣 他脹氣脹到那個 任成人都這樣往上漲 就是非常的脹 他從一早就脹氣到晚上 他請先生幫他按個膜啊 推一推啊 然後他就舒服一點 就開始 連環皮開始放 然後後來 先生就覺得 這好像不是他老婆 所以才又來門診看了一看 在營養 衛教諮詢一下 才發現說 原來是有些食物 他太太是不是那麼適合 吃在他腸胃裡面的 所以有時候 飲食真的會脹氣的 也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喊大聲 肉那麼多 就當銀財神嗎 有一次我看電視是這樣 長沙發是這樣看嘛 然後 有另外一個男生坐 我就 我就不要這樣睡 我就放鼻 故意放完 放完他說 請問醫師看診 有沒有被疫苗惹怒的 你到底會不會看病 年輕醫師一定都會噴到 算是多年前 我印象很深刻是 有一次門診 因為我們的那個年輕醫生 病人不多嘛 他放在那個老醫師 自身醫師旁邊 就撿那個他們剩下的 就掛不進去嘛 就掛我們的 這位病人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他一來就說 醫生 我是因為隔壁掛不進 所以掛你 那我說心裡想沒關係 不過他說接下來說 不過不知道你會不會看 我心裡想說 你媽媽這樣 這個器管你也不要這麼補 一來就想說 我說那請教你什麼問題 他說 沒有元氣 沒有元氣 主術是沒有元氣 他都是做這個 我看中醫就對了 我心中又管 又看中醫 那你是看中醫嗎 我這是新醫 而且婦產科 那我想說 50歲嘛 我就說那你是不是有 這個熱潮紅啊 冒汗啊 新技師們 醫生 我不是更年輕 我看過婦產科了 那接下來我心裡想說 哇糟糕 這個這樣不是考打我了 然後接下來說 我已經看過一二十個醫生了 就開始唸給我聽了 很多我前輩的教授老師啊 有些也 我指導過我的人 那我就心裡想說 那這樣你看我是什麼意思 就是隔壁都掛不進嘛 我看過家醫科 婦產科我本來就看過 神經內科 內心神代謝科 這個中醫科 身心內科 腸胃內科 什麼那一大堆 過敏免醫科 通通看啊 我心裡想哇 那這樣我怎麼會看 那時候我心中最 就馬上冒出一個 這個念頭說 醫生怎麼這麼難當啊 他說法官喔 檢察官喔 就開庭個五分鐘十分鐘 來 今日退庭 改日改期再審 回去翻六花錢書翻一翻 對不對 下次再來 那我怎麼辦呢 我現在跟他說我回去翻書 再幫你看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哇糟糕踢到鐵板了 我根本不會看啊 那我就跟他說 這個 他說你會不會看啊 又再講一次你會不會看 我心裡想說我得忍耐一下 我說不然這樣好了 我說我先開個藥給你 你先不要問我吃什麼東西 你回去吃一個禮拜 你如果願意試的話 反正你已經看那麼多醫師嘛 都沒有笑嘛對不對 都我的前輩都大排醫師啊 那多試一下也沒關係嘛 你就吃一個禮拜 下禮拜再回來 那回去真的去翻內科學的書 翻了一大堆都找不到 那後來下禮拜來 我就看啊 又那一回又來了 哇塞 真希望他不要來 沒有笑就不要再來找我 我就找別人就好了 他一看 他說醫生 你給我吃什麼東西 我說 有什麼問題嗎 我現在也沒有看錯 有什麼過敏啊 都沒有啊 他說 你如果不是神醫 就是給我用美國鮮丹 我說 沒有啊 沒有用美國鮮丹啊 那不然你就神醫 我心裡想 上次不是問我會不會看病嗎 這次我怎麼就被神醫了 後來我一看 我開綜合維他命啊 我開的是綜合維他命 因為我不會看嘛 綜合維他命 無害嘛對不對 另外一顆什麼的 因為一顆怕他絕對沒有效嘛 加一顆是胃藥啦 後來他說 醫生我已經好了七成了 我說那現在我不要跟你講 講了怕他的心理作用 就覺得沒有效嘛 我說你再吃一個禮拜 他就真的相信了 下禮拜來 跟我說醫生 好了九成以上 你這個神醫告訴我 這什麼東西 我說你一定不太相信 我請護理師告訴你 綜合維他命 我是蝦貓碰到死耗子 我不太會看好不好 這樣 這也不是我這一顆的東西 你快點去 再去那顆 去加一顆 去求醫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是很容易 小醫生啊 真的是年輕醫生不要去 就考他說你會不會看病 所以人家說乙情癌嘛 有的人覺得這個醫生很不好 可是他看他就很好 所以每個人評價都不一樣 有的時候生病 你去剛開始這個醫生 後來看看 第四個醫生撿到便宜 你說這第四個就省醫了 對 醫師我會不會更年齊 這句話平淡無情 你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句話 我現在都會很擔心 我有個七十歲的阿姨 他其實停經以後 有一個卵巢水流 這水流一直不會消 到了七十歲這一天 突然他肚子痛 原來卵巢扭轉了 本來五六公分變成九公分了 那我就說你這個 又扭轉又疼痛 其實要開刀 其實最好人家身體很好 就解釋一下 那你如果卵巢有問題 另外一側也萎退化 我們就一起拿掉 他說好好好拿了 開完刀 恢復很好 可是隔天就一直問我 陳醫師 我朋友說我 卵巢都拿掉 我這樣會不會更年齊 我已經停經多年了 我說阿姨你七十歲了 你本來就更年齊了 這樣喔 可是我朋友說 如果我開了卵巢都拿掉 我更年齊我會老得很快 那我都覺得 阿姨你腦袋這麼清楚 現在才開完 隔天你就可以下來 跟我問這麼久 你沒有老得很快 從此以後我只要是四十幾歲 或甚至五十歲 只要拿卵巢都跟他講說 更年齊 本來跟我這個 不一定有相關性 還有你本來就更年齊了 我也要講 因為我們以前就覺得 我都已經更年齊了 我幹嘛要跟你解釋 這故事告訴我 我會不會變成更年齊 這句話對我現在是很警訊 好妙喔 我覺得會讓人就是 一秒惹怒的呢 就是 你拍照臉很黑 真的喔 這個對男生來講還好 女生會 女生不行啊 就有時候會有一些人 跟我說 雨桃你是不是變黑了 我想說哪有 這一句話其實就是 我先生對我說的 而且其實我就想說 婚前好歹我也曾經有 最美營養師的稱號 怎麼會聽到這句話呢 因為那一天我們是帶著小朋友 然後就去那個山莊上面 想說度個假 然後山莊上面很冷 大家都後面呼呼大睡 我是真的是 設了一個清晨的鬧鐘 然後摸黑捏手捏腳的起來 化了個全妝 想說在出門玩 漂漂亮亮的 老公開心啊 我拍照也漂亮 結果後來我們走去 吃早餐的路上啊 沿路欣賞美景 然後老公說 這邊很漂亮 我幫你拍一張 手機拿起來一瞬間 他說 你今天是沒化妝的 臉超黑的 然後他跟我女兒一起指著我臉 說哈哈媽媽臉黑黑 然後整個 瞬間我笑不出來 火直接飄到上面來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我化這麼漂亮 是不是他手機有問題 然後我就確認說 是不是你手機 有沒有漂亮 一定是他手機有問題 他還在繼續 哈哈媽媽臉黑黑 完全沒有要在乎我 他覺得他自己很幽默 我就那一整個早上 我的拍照都只剩下背影 就是 背影 然後老公還說 哇你的腿好漂亮喔 老婆你怎麼都不轉過來 對啊 但是整場都沒有正面照 然後我完全就是 氣在頭頂上 早餐也吃不下 因為我想說 這張比較漂亮啊 你有意境 小心這一句也可能會忍 那是背面啊 你們都說腳拍得很長很棒啊 對不對 對啊他說 老婆你怎麼都不轉過來了 就不想理他了 所以這一句話 朋友看節目才會知道 他這句話講錯了 原來女生會 會討厭這樣 會啊 如果本身有在顧自己 就是想要變白的啊 或者是亮啊 我最近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常常有藝人來上節目 就說 我大哥合拍有女生嘛 拍完了 然後我自己就沒看 那有朋友看到 你臉書怎麼 因為都美肌嘛 所以臉就拍在這邊 他後面醒了 我跟你合拍怎麼都變形 他都破到臉書的 整個人 超好漂亮 超級美顏的這種 你聽得懂我為什麼 我會不會跟你拍 拍完你要上臉書 當然又用美肌拍的 整個人都變形了 每一張都變形了 所以那朋友給我看 我說我怎麼會變這樣 好像肉毒打定他裡面 你知道美肌會這樣嗎 對 如果美肌每over就會這樣 可是有些朋友 不幫你修的時候 那你覺得我這個問題該怎麼做 但女生是討厭人家 不用美肌拍照 是他的來賓來說 胡大哥我跟你拍 你能說不要嗎 他每個都等3秒 1 2 美肌要拍很久 對 2 3 謝謝胡大哥 然後PO上去我就變這樣 會不會是他在修圖 然後把瓜哥修到 他只修他自己 然後沒有修瓜哥 對 有可能 然後整個人的臉外 對 你上大集就最討厭 就蔡小潔 賴慧如 每次拍的都 大哥 然後我的臉都變形 我才能看 我只修他們自己 對啊 好可愛 所以呢 有時候看場合說 開玩笑當然可以看 可是有時候開玩笑的話 你也要經過 考慮一下 對 要想一下 是有時候場合 什麼話該說什麼話該說 還是要經過腦袋 對 來思考一下 我們今天整理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有這種情形 那最後呢 恭喜慧如君 五月十四四五十六 對 希望大家來看戲 情人耿禮出戲師 我們來看看 東視戲師在 吳王附猜的宮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情 歡迎大家來看戲 來 家評如潮 一定要來去看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